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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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像变成了团长 并继承团长原本慈爱的戒律 马埃勒不敢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 变成魔神族的他杀害了大量同胞 哥塞尔出来坦白 一切都是他的错 要马埃勒把所有怨恨都发泄在自己身上 马埃勒问哥塞尔 为时魔被选上的是他 哥塞尔解释当初圣战发生 就是因为魔神族的团长倒戈女神族 而女神族里能匹敌团长的 马埃勒就是最好的选择 将力量平衡后 逼迫女神族发动长岸之关来 结束圣战 马埃勒听了不接受这理由 他可是受到无法想象的痛苦与耻辱 于是 马埃勒也想让他受苦 但却发现哥塞尔是人偶的身体 此时金安来救哥塞尔 马埃勒看到想说正好 就用哥塞尔的同伴 来让他承受内心上的痛苦 金安拼死抵抗 马埃勒却单手挡下了灵枪 沙利叶要塔米叶去帮助金安 为了帮助马埃勒恢复原状 金安把马埃勒打飞 两位天使想先跟马埃勒谈谈 要马埃勒把戒律排出 但现在的他听不进去 现在他能交出的 只有深不见底的绝望 德里埃勒跟伊丽莎白聊了一下 说他有计划能打倒马埃勒 马埃勒现在的力量 轻易压制住金安他们 此时 德里埃勒拜托哥塞尔 把他的计划传达出去 首先金安让马埃勒分心后 塔米叶与沙利叶趁机困住马埃勒 让德里埃勒使出连机心 削弱马埃勒 哥塞尔则读取如何取出戒律的方法 好不容易读取到方法 马埃勒却打出悲情牌让塔米叶松开手 德里埃勒因此失去最后一颗心脏 戒律也被马埃勒给夺走 马埃勒吸收了第四个戒律 德里埃勒则进入了回忆中 蒙斯皮托其实很向往团长与伊丽莎白 希望与德里埃勒脱离战斗一起生活 伊丽莎白使用咒语 让德里埃勒离世前想起蒙斯皮托的心愿 此时沙利叶已经耗尽了力量 塔米叶感到抱歉他就是下不了手 而开始进化的马埃勒 则对布里塔尼亚降下了天罚 天罚也因此击中了沙利叶与塔米叶 两位天使就这样被杀了 哥塞尔醒悟牺牲自己 解决不了这件事 决定与七大罪一起打倒他 这时援军也赶到了 奥斯路带着戴安娜前来助阵 马埃勒结束了天罚 净化成舵天使的姿态 斗鸡此时来到了二十万 接着丢出了慈爱的光球 光球巨大的威力把福岛移位平地 同时光球的效果还让大家陷入了沉睡 好在哥塞尔是人偶没有中招 赶紧叫醒了大家 接着伊丽莎白治疗了大家 金恩等人准备使出和体积 金恩使出了神术之铠 戴安娜则传达大地的力量给金恩 最后哥塞尔制造了金恩的分身 不停攻击马埃勒 马埃勒则拿出了真实之中 破解了哥塞尔的幻术 现在马埃勒能够把戒律变成实体武器 沉默地大连击中戴安娜与金恩 两人的魔力因此被封印 马埃勒接着又想丢出光球 哥塞尔眼看不妙 抓住了马埃勒 先前在马林的改造下 哥塞尔体内存在自爆装置 哥塞尔想跟马埃勒同归于尽 却突然失去了力量 哥塞尔看到了奈甲的幻觉 因为她中了纯洁之想 伊丽莎白试图解开封印 但光球就要袭来了 没想到奥斯鲁此时挺身而出 牺牲了自己挡下马埃勒的光球 眼看马埃勒又丢出一颗 好在伊丽莎白解开了戴安娜的封印 戴安娜使出神器解放避雷针 将受到的魔力攻击引导到大地之中 之前之所以不用这招 是因为避雷针会伤害到大地里的生物 好在这里是福岛 戴安娜不用顾虑这问题 下一发光球再度袭来 戴安娜继续使用避雷针 结果福岛承受不住力量 开始瓦解了 霍克接住哥塞尔 伊丽莎白接住戴安娜 失去魔力的金恩 没有人接住 开始从空中落下 金恩斥责自己 没能成为称职的妖精王 失去了两位好朋友 但为了保护戴安娜 要求自己是时候展现王者风范了 眼看马埃勒席向伊丽莎白 金恩赶来救场了 金恩自己解开封印并觉醒 翅膀完全净化成为历代最强的妖精王 戴絮 白沙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